我认识这个位置的 去到哪里 走到哪里 坐到哪里 因为这个位置就好像是装着房子 装着家一样 给你霸占久了 你就把它看成是你个人的私有财产 这样麻烦就来了 所以大家要学学这种随意而安的心态 心态很重要 把心态给调好 哪个地方坐下来 哪个地方都能够心安 特别是我看到一个现象 你们一个人 你们可以当一个人障位置 但是不能落 当两个人障位置 赢得四不过三 三它是一个很邪妙的数字 你们在生活当中慢慢去体会 一个是三 一个是九 九是几数 所以呢 阿拉伯数字只有倒酒 他们中国的周密也只有倒酒 东方的文化和阿拉伯的文化都是一样的 那印度的文化 那印度的文化 佛合理的文化也是一样 咱们的九品莲花也是倒酒 所以呢 在数字上 它有很多很多的咸料 你们要用心去摊 你们就会想到的一些东西 其实在庞说之中 阿里陀佛的莲花不是九品 而是十二品 它是十二品莲花 但是为什么从十二品的莲花 会这样的三品变成九品 极数呢 皇上呢 在元祖的年代 阿里陀佛他 他刚刚发的这个意愿 要建起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当时呢就是用它的华宝 十二品莲花 来建起这个佛陀 支撑起这个佛陀 再用他的四十八艳的艳力 来庄严这个佛陀的道场 他发的艳力特别的大 他的艳力是包含整个西空宇宙 所有的十华界的众生 不管有缘没缘 他都要把它度到这个极乐世界 后来发现到 一个大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无缘的众生 他们的业力太大了 大如其弥伤 量他的极乐世界 都没有办法 来压得住这些没有缘困的众生 他们的业力 所以呢 他的极乐 所以他的十二品莲花 当时又硬生生的绘合商品 变成现在的有品流化 当然这个是广说的 你们听听就可以了 这个呢 这个呢 也就说明了 佛门子度有缘人 有缘啊 我们才有办法 我们才有办法 你们不花起这个心 不花起这个缘分 我们的佛师功夫再厉害 我们的佛菩萨再厉害 也没有办法 把你的街引进来 为什么呢 没有这个缘分 我们没有办法 承担起你这个业力啊 那么业力 你想要让人家来帮你 来引导你 需要缘分的 需要你跟他有一定的因缘 发生的关系啦 大家都会来把你承担 这个结果 所以呢 在谈谈里 为什么要追求 一何像 一个团体 也就是说 在这个团体 在这个一何像之中 大家所有的业力 所显现出来 咱们这么多人 才能够把它给承担得住 如果你是一个个体的 你跟这个团体 没有缘分的 那么你就自己去背吧 你自己的因果 自己的业力 自己去了解 大家 没有这种业分 来助你这种姻缘 所以呢 在整个团体当中 你们就会发现到 当一个人的业力 当一个人的业力 现前 当一个人 恶硬重重的时候 他突然 跑到实验的一个床底之中 融入到一个床底之中 他就会发现到 他的很多种种的灾难 很多种种的不顺利 就到此为止 再也不会再加重下去了 因为呢 有这种团体的力量 在帮你 祝这个因缘 祝货 这一切的苦难 这个呢 就是团体的力量 团体的这种力量 无声无息 非常地玄妙 只有呢 你们珍惜这种因缘 珍惜大家 都坐在一起 互相的提携 互相的光心 互相的解 这个善言 大家 又能够临神里变 大家临神里变 他们团体的力量 才能够显现出来 特别是长堂这个地方 长堂这个地方 是显博厂 所以呢 在到处 所有的长堂当中 门口都会贴 一户对联 此次显博厂 兴奋一利归 这个呢 是所有长堂当中 基本上 都是要贴 这一户的对联的 因为呢 道场是 常堂里是真修行的 是真真正正 能够成佛做主的 道场 所有的佛 都要从自己出来 如果说 如果有人说 我不休息这个常病 而能够成佛 那他真的是大魔头 这个是不可能的 每一种法门 每一个流派 只要是佛讲的法 他到的最后 都必须要进入常病 进入这种命关 他才能够开智慧 勿助有佛的心 不然呢 他还是 在形形表面的功夫 做做样子 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呢 所以呢大家 在这边 法师 是总体 你们 可以呢 你们早来啊 你可以先定一个位置 也可以帮你们的同修 定一个位置 但是呢 不要超过 三个位置 超过三个位置 这个呢 是 有一定的定数在里头 我也不想跟你们说 这些 弦妙的东西 但是今天要跟你们讲的 这是有点弦妙的东西 因为呢 要跟大家讲的是 道德经第八章 上上若水的这个智慧 水的智慧 所以呢 所以呢 咱们中国的文化 不管是道家文化 儒家文化 咱们佛们的文化 其实是三家文化 都水也离不开水 水土交融 大家都结合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们呢 写了佛之后 又排斥这个 排斥那个 那你们就不是在写佛了 因为呢 你们俩佛的教导 都听不下去 都没有好好的执行 佛是 佛的心怀 是非常的广大的 他哪种人 他哪种人 哪个众生 哪种事情 他都可以 包容下来 何况是这些 道德方面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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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法师说 归佛归法 然后呢 他们就会 排斥到 所有其他 狗鼠的东西 因为呢 世间的一切法 都是上一法 一切法 都是他们的 武道音源 也都是佛法 就看 你的心 有没有 智慧 来承受 你的心 有智慧 来写 来看 你处处呢 都是佛的智慧 你处不处呢 都能够开佛的知见 所以呢 在古代当中 在我们长门的祖师 喝一口茶 踢到一块小石头 他都能够开悟 回过头一望 也能够开悟 在水中 看到自己的影子 也能够开悟 石头 达到独灵的独装当中 響起一个声音 也能够开悟 所以呢 佛法 在世间 不离世间解 大家要有这种意识 来对待他们的生活 对待他们所有 身边所发生的一切 不能够简练 也不能够去公平 不能够把大家呢 给欺分了 太过死 太过死了 就把你自己的大 也给限制死了 所以呢 咱们 在修学常法上 我们 我们 这一法的法师 跟别的法的法师 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一法的法师呢 是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 捏过来用 都可以 严重 所以呢 我今天 讲的这个 上上作水 谁力万物 而不争 处众人 之所恶 这个呢 就是 道德经 上上作水 要教他们的智慧 他的智慧呢 其实很常中 你的智慧 没有什么差别 大家在刚才听我 读的这两句话当中 里头呢 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不增 力万物 而不增 大家想一想 你们在生活当中 是不是经常有这种 轻轻尽小的 这种习惯 如果是有 你们要反观 你们的自己 反观 你们的自信 看看 你们是不是 你们能不能做到 跟他们的水一样 能够知润万物 给众生 带了 很多 很多的利益 能够给众生 带了很多 很多的养分 这个呢 就是行菩萨道 在行菩萨道 当中 又估计 个人的得失 默默的 在奉献 而不会跟众生 在真 真迷 真利 真道理 真个面子 真个什么东西 属于不会 所以永远呢 他都不会跟你们 去真个什么东西 因为呢 他懂得 出 众人之所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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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大家都 习惯了 人 往高处走 人 往高处走 那水 又喜欢往下 去流呢 就是张德水 只有张德水 得 他才懂得 往下走 走大家 不喜欢 走大家 很讨厌的位置去 所以 慢慢的 他就圆满了 他属于的智慧 圆满 他属于的功德 因为生活当中 侍童也能够做到 能上 也能下 能下 而不起厌缘 能下 不起厌缘 这个就是功夫 但很多人都做不到 因为呢 我看到 不管是我们出家人也好 你们代表人也好 我今年的看到了 他们中国人普遍的性格 是能上 不能下 一旦下 就觉得 没眼见人啊 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大家 还没有究竟的在 藏法上 修出 一点功夫出来 我可以跟大家 说说我的体会 我出家这么多年 我旁边的人 我告诉你们 好多人都已经是大法师 跟我同时出家的那一笔笔修当中 跟我在 学习 老婆唱 学习的字笔修当中 很多都已经是 大法师 红法一方 很多都是那些大和尚啊 在建庙 做了一方的道场的方丈跟住持 只有呢 我今天 还是一个小和尚 我跑到那 我跑到任何的一个道场 我基本上都是小和尚 哪一个人都可以过来踩我一脚 这个很正常 我是顺有匹配的 我是顺有匹配的 因为呢 在之前 我所认过的职 最大的是堂主 堂主是什么呢 是在试验里 非常小的一个职位 一个西职 西的 所以在试验里 我是常常呢 都是给人家 每个人过来踩一脚 或者是 说些荒林话 之前都是很常见的 因为呢 他们看了我的奖励之后 就觉得呢 我这个人很没有用 又是大学出来的 又是他报事做做记者的 然后这十多年 还是问到今天这个位置 他们对我有点鄙视 咱们的道 其实呢 就是在咱们的心中 你有没有道 你自己心中明白 你有没有了脱这个生死的志向 你自己心里明白 在佛门里 不是看哪个人的观当的大 不是看哪个人的明气大 他的修行就很厉害 所有的出家人当中 只有一个志向 谁能够了脱生死 谁就厉害了 在这一点上 我发现到 你们在家人 在看人的时候 还是没有我们法师 看得比较而已 所以呢 经常会有机事 来我这边抱怨 他说 我看那个法师以前非常好的 怎么最近看了新闻 还要出事情啊 我说这个很正常 你以为呢 书家人也是皇夫 大家都是皇夫 只要是皇夫 他们总会有走错 走错路的意思 所以呢 他们修道的人 他们学活的弟子 老婆爷就叫我张恩 依法不依人 依法不依人 你就不会烦恼了 你就在修佛法的时候 他就是他 你就是你 我就是我 只有呢 走到彼岸的人 他才能够真正的开着佛眼 他的佛的智慧 他才有资格呢 他才有资格呢 再说 他们每一个共生 所以呢 在没有成佛 在没有公夫 的时候 他们就要老老实实的 携这个水的智慧 不断的 往没有人 用一些田的地方去流 当有一天 你把这个坑 给填满了 水贵 它就自然的被增长 这个增长 才是你真正的公夫 你不要去拔苗助长 拔苗助长 伤害的是你自己 你得的是一个面子 得的是一种假象 神的修佛的人 特别是残修的人 他们不要修这种假象 也不要修这种空 我说的这种空 不是那种空气 我说修那种呢 无所畏畏的 那些西明 他们要实实实在在的 一步一步 从一个低处 的台阶 慢慢的爬 当他们把这个坑给灌满了 他们自然呢 就会慢慢的潮战 潮战到有一天 水 它就 它不仅仅呢 是 可以带给众生利益 同时呢 它也是能够主宰 一切 宇宙 的大地 所以呢 它的力量 是来自于 他们懂得 你水 的这种性格 来积累 他们的德行 来圆满 他们的人格 不要怕 不要怕呢 你们 往第一处走啦 你们就遥遥无期 因为呢 你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 你的志向 如果你对自己 是坚定不移的 我敢相信 咱们总有一天 都能够走到底岸 而不会给困在 一个小小的瓷盘 大家要学习这个水德 学习呢 它这种 敢于处 众人之所恶 的这种地方 不要有所抱怨 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都要 发心 发心 能够自动 望路 而不求陪伴 如果你们在长堂里 能够写到 这样的大乘思想 你们的念头 慢慢的就会平下来 你们 你们对生活当中 所有的不平 所有的不平 所有的不理解 也慢慢的 都会写下来 以为咱们这个心 不管你动过来 动过去 它都是烦恼的 只有呢 咱们退了一步 咱们才会发现到 原来咱们的心 可以做得这种 安然自在 原来咱们这个心 可以说 有智慧的 我以前 听过一首歌 叫做 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 不是说 你奉勇的往前推 你的天地 就会宽然 就会高 咱们退一步 也许天地会更夸 所以呢 当时 有个银人的祖师 他就告诉咱们一个道理 他说咱们人在插秧的时候 往回走 其次呢就是前进 大家 大家 能够懂得这种上上落水 的这种道理 他会有利咱们在这里 参长打坐 也有利咱们在生活当中 怎么引人相处 怎么跟很多人来结束这个上缘 又能够 找到自己最安全的位置 咱们人 为什么会 经常 感觉到没有安全感 或者是 给别人 打击 就是因为呢 你不懂得退 该退的不退 事情还会发生 当的德行 跟当的慰 是相匹配的 当有一天 旁边的众生 旁边的人 都觉得 你没有这个能力 你没有这种智慧 或者才华 来做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要有所肢结 所以呢 在历史上 旺是能够极流勇配的 都能够明流前骨 旺是 念念故事的 到的最后 都会造成杀生之祸 不管你所建立的工业 有多大 你所创造的历史 价值有多大 到头来都是异常骨 留下的是 咱们今天 读到这段历史 对咱们人与世的感叹 可爱的咱们 不要小看这个上上作水 上上作水 不仅是智慧 也是在 教会专门的 安生之处 今天晚上 给大家 过程的时间 40分钟 等一下呢 我会跳进行箱 看看 大家做的怎么样 现在大家做足够 也传起来 现在大家做足够 拉圾 有练习